大家好 这里是汪哥说电影 我们今天来看一群狗狗在南极活了大半年的求生故事 南极大冒险 冰天雪地的南极迎来了几个科考队员 其中以教授为首还有一个地形专家杰瑞 他们前来搜寻一块陨石 除了一些必备装备 随行的还有八条雪橇狗 一天杰瑞和教授外出勘察 基地传来讯息说一场暴风雪即将来袭 第二天两人找到了陨石后就立马打道回府 中途一只老狗受了伤 趁杰瑞帮老狗爆炸的时候 教授试着连接信号 却不小心摔倒在了湖面上 把腿给摔伤了 更糟糕的是冰面随即裂开 幸亏在杰瑞的指导下 教授勉强没有掉落 杰瑞让狗狗玛雅将绳子递过去套住了教授 然后狗狗们合力将它拉了上来 可是因为耽误了时间 他们错过了返回基地的最佳时机 暴风雪很快就来临了 虽然最终两人有惊无险返回了基地 但教授已经严重风寒 而杰瑞的手指已经冻成了黑色 之后众人为了给教授看病赶去了主基地 杰瑞向玛雅保证很快就会回来 然而他却得知因气温过低 探险队放弃了他的狗 无论他怎么请求都没人愿意带他返回基地 绝望之下他离开了探险队 回到了美国乖乖的当一个训练师 而那些被留在基地的狗狗们 等了几天后饿得受不了了 开始挣脱锁链 他们暂时捕杀了一些鸟冲鸡 随后在玛雅的带领下赶往主基地 带头的老狗却因为受伤逃不了 最后被饿死在基地里 玛雅带领着剩下的几只狗狗继续前进 晚上他们看到了极光 一只狗狗在追逐极光时不慎掉落悬崖 在守护一夜后 最终那只狗也死了 他们只好离开继续前往主基地 可惜到达主基地后才发现 里面根本就没有人 他们这才意识到自己被抛弃了 玛雅带着狗狗们返回了原来的基地 却在中途跟一只海豹抢食物时 不慎被咬伤 与此同时 杰瑞来到了当初领养狗狗的地方 他觉得十分内疚 在狗主人的劝说下 他决定返回基地 于是他找到了教授 教授正在发表感谢杰瑞救了他一命的言论 结束发言后 他回家 看见儿子制作感谢狗狗们的卡片 他的内心也十分难受 再过了几个月 杰瑞终于准备齐全 租到一艘轮船 教授也同他出发前往南极 此时 距离狗狗们自主求生 已经过去了大半年 中途他们遇到了厚厚冰层 这不仅意味着他们需要下船 还意味着这个冬天十分的寒冷 他们开着直升机回到主基地 里面一切完好无损 他们开着雪车 继续前往基地寻找狗狗 可是当杰瑞拉开铁链时 却看到了那条老狗的尸体 他十分懊悔自己 将狗狗拴得太紧 当他继续拉起链条时 发现后面的狗狗们都不见了 就在他惊喜的时候 他隐隐地听见 对面雪山上传来一声犬吠 幸存的狗狗出现 飞奔向了杰瑞 就在他们准备带着狗狗离开时 其中一只狗却不配合 朝着山坡内头跑去 杰瑞追过去发现了受伤的玛雅 最后他们带着狗狗离开了这里 这是一个由真实事件改编的故事 我们常常说狗是我们最忠诚的朋友 当我们受难的时候 受过他们的帮助 所以关键的时刻 我们也不要抛弃朋友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喜欢的观众 欢迎关注转发点赞留言 给大家看